眼睛寒冷冰冻我的手 恩兴 疯刺我的脸 削割我的头 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 有谁来买我的火灾 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 有谁来买我的火灾 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微微光芒 看到希望看到梦想 看见天上的妈咪说话 她说你要勇敢 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 让你从此不必再漏浪 每次点燃火灾 会会光芒 看到希望看到梦想 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 她说你要勇敢 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 谁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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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人生不容易啊 人家怎么样啊 也没有怪过谁啊 没有福利没有人啊 我没有说什么吧 实在做不了就不做的行为 说过这句话吧 我只能介绍就是站起来给你们看脚 或者坐在那边看一下脚 然后这样开玩笑什么的 然后腿上的伏地什么的 就是这样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要的伏地就是 他们要的那个看脚 是把脚放在桌子上 然后他会要求你各种 各种动作什么的 然后那种就是 我不会去做好吗 但是呢 然后就有一群人喷你 一群人去喷你什么的 所以那种直播 我觉得 最后你要是 他要是让你什么各种 各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鬼啊 要那看腿 他们要的看腿 是直接把那个 把那个脚放在桌子上 然后还要说你这个 说要这个那个 而且你如果 一不小心没有把握好度的话 没有把握好度的话 可能你直播间就被疯了 但是我 然后呢 你不知道站起来是什么情况 就是要各种福利 什么的 然后看腿什么的 我是可以给你们看腿啊 站起来看的啊 但是他们要求的那个呢 你们要求的那个 那种什么把他们的桌子上 那个偶尔一次很久一次的那样放起来 我是可以可以做的 这么放一下 但是也不会就那种 而且你如果说那种直播的话 你会被很多人骂 而且会被自己家人骂 人气人气好不好 我都说了 我只会念叨一下 有人没有人 我都见过 又不是第一天直播 也不是 第一天看直播 虽然我以前 只是挂着放电影 什么都不干 但是 我各种直播间都去看啊 那种他们很多给福利的 给福利那种直播间吧 给福利那种直播间 开始不是没有人